男人爱上了一位单亲母亲 可却因为吓哭了他的女儿惹的女人反感 逛超市时 杰克再次遇到了他 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 随手拿起一包棉花糖 转身时差点撞到人 小女孩正是安妮的女儿 杰克有些尴尬 正式地介绍了自己 安妮此时朝着这边走来 对昨天自己的态度进行了道歉 天真的小女孩就这样被一块棉花糖收买了 原谅了杰克前天说的话 两人相识一笑 安妮无奈之下带了杰克回家 一番玩闹过后 女儿被他带到了房间休息 而杰克自己则刷起了盘子 安妮拿来剪刀 重新修剪了杰克的头发 临离开时 杰克试探性地问出了这样一句话 安妮明白了他的意思 表示自己还不想谈恋爱 临走时杰克想起了什么 喊住了将要进门的安妮 因为杰克的工作是邮差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安妮女儿的愿望 并帮助他实现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以朋友的身份经常出没在各种场合 讲起生活带来的压力 讲起不堪回首的感情过往 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于家深厚 直到这件事的发生 他收到了来自安妮女儿的圣诞信件 并开车数百公里买来了他想要的礼物 精心地做了包装 可就当他满心欢喜地拿着礼物去串门时 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安妮在与一个男人争执着什么 男人走后 杰克找到了安妮 想要帮忙却被拒绝 安妮更是说了不要再来找自己的狠话 杰克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想了一夜仍没有想明白 或许是因为自己越过了某条界线 人在心态不好的时候 患事总能找上他 上次发现了杰克曾有案底 决定对他进行开除处理 刚准备离去就看到安妮走了进来 杰克不想被看到 刚刚失去了工作的 他没有钉点勇气去面对安妮 直到他离去杰克才开车回了家 可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 母亲为了促进他进步 要求杰克每个月支付房租 这仿佛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累积的情绪宣泄了出来 平时看不上他的父亲 面对杰克这样说话并没有表示 晚上拿着一盒杰克爷爷的遗物 找上了他 我们下期再见